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五月份是母亲的月份 那么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是美国的母亲节 那整个西方都过这个节日 那我第二礼拜在台湾讲道 所以这个礼拜我就提前来讲母亲节的信息 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 就在经文是这样说的 妇人嫌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吗 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我们知道母爱是上帝给人的最好的礼物 最好的礼物 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母亲 没有一个人没有不爱你的母亲 母亲的爱就像上帝的爱 就像上帝爱 上帝上怎么办离开了你 上帝告诉他说我送给你一个好礼物 他会教你说话 他会为你祈祷 他会让你来认识我 他的名字叫母亲 所以俗话说 推动摇篮的手 能够推动世界 有人说 凡是每一个伟大的人物 后边必定有一个不平凡的母亲 我们今天在座的 有多少母亲请举下手 我看看有多少母亲 请放下 想做母亲的举手 哈利路亚 是不是已经都有了 还没有呢 我看到有几个 是已经快做母亲的 也来到我们中间 那今天的信息 我想上帝的话 会通过神的话语 来教导你 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母亲 让我们做儿女的 如何来孝顺母亲 那这是我的母亲 大家看 今天九十岁了 我的母亲 这是去年 在我们家阳台上照 这个通过微信传给我的 我有一个爱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是为我流眼泪最多的人 这个世界上 好 我们 再看一个照片 这是我的家人 我的母亲 生了七个孩子 我是第五个 所以我很感谢她生了七个 她又生四个 就没我什么事了 所以感谢主 那么她生到第四个 第五个 还生出个牧师来 这也是很特别 那这个牧师就把福音传给了她 又传给了她的丈夫 传给了她所有的孩子 所以 那你看现在 那个最小的孩子 前面站 蹲着那个歪脖子 是我女儿小雪 今天都做医生了 这是好多年前的照片 这是我当年逃的照片 你看我们家都公安局的 你看了没有 所以感谢主 那我的母亲 是一个特别不平凡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 她年轻的时候 她的父亲就被打死了 在土改的时候 被打死 所谓定位流血地主 那么她嫁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也是地主出身 但是我父亲很早在高中就参加了革命 所以我的父亲呢 就拯救了我的母亲 她娶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从此脱离了那个危险的家庭 进入到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 进入到城市 所以我的母亲一生感谢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已经94岁了 比他大四岁 就是那个戴帽子那个 这个1945年 他就参加了革命 所以拯救了我的母亲 所以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相爱 我从小没有见到我父母吵过架 我们你知道 我们东北是睡一个大炕的 我常常怀念那个大炕 最近也在研究 怎么在美国做一个炕 我打电话给谭建人说 我们做个炕吧 谭建人说说什么 搞什么 做完房子能卖出去吗 美国人买着房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说那再拆呗 对不对 那有什么关系 卖房我们再拆 做一个炕 能怀念 因为小的时候 你知道我母亲七个孩子 我们都在一铺炕上 我的父亲最炕头 这是属于家长第一位的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 我有时候白天会看我父亲不再偷偷躺一下感觉一下 但现在我睡炕头了 对不对 现在也没炕头了 然后呢 接着就是我的母亲 然后就是我的小妹妹 然后一个一个往这边窜 我是最后一个 我是最后一个 晚上睡觉很早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娱乐节目 八点钟父亲就关灯 我们就要睡觉 五点钟一定要起床 五点钟一定要起床 军队一定要严格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小孩能睡得着吗 你知道吗 就听父亲母亲聊天 说的都是关于我们的事情 老大的学费该交了 再不交 无法面对老师了已经 老二那个鞋已经露脚尖了 得给他买双鞋了 那女儿那条裤子怎么样 每天听的都是这个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恩 我们以为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 来教养我们的母亲和父亲 这个多不容易 所以一个家庭 你看这个大family 再过几百年会什么样子 我们家是七个孩子 结了婚了就变成十四个 一人再生一个就二十一个 我们有的生三个 所以你看这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一个伟大的母亲 就是能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她的儿女 箴言书告诉我们说 教养孩童 使她走当行的道 就是道老都不偏离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也要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议论 议论什么呢 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 不愿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就不太愿意读神的话语 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了 我们在读着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读不懂 我们也不愿意下功夫去读 这是很大的一个亏欠 是对你生命的一个亏损 对你生命的一个亏损 神的话能看到未来 你的话看不到未来 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 他能照亮你的道路 世界的话照亮不了你前面的道路 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会引导我们 当有神的话喂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比你用世界任何的礼物给他 都宝贵 都宝贵 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姐妹 叫常月清 天津人 从小就信耶稣 从小信耶稣 爸爸去世的时候 给他一本圣经 说孩子 我什么礼物都没有留给你 就是这卷书留给你 你一生的丰富都在这卷书中 他当时还挺生气 爸爸也没留下汽车 也没留下房子 连自行车都没有留下 就留了一卷圣经 到他离开这世界之前 他都八十多岁了 这卷圣经 这本圣经还在他的手中 所有的东西他都没有了 他就记住父亲的话 他把这个圣经交给他的儿子 说这是你爷爷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陪了我一生走过最艰难的路 刚一建国 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关起来了 他的父亲 他的丈夫是邓小平的翻译 他丈夫被判了二十年的徒刑 是右派或者反革命 他没有被判刑 因为他是基督徒 所以就给他叫二劳改 送到劳改营 他在劳改营里 比他丈夫多待了一年 多少年呢 二十一年 二劳改比大劳改还要长 就这一卷书的话语 伴随着走过漫长的 二十一年的岁月 在监狱里面 他说每一年过年 队长都会告诉我 因为队长很喜欢他 也特别同情他 队长就说 姐妹 你只要说你不信耶稣了 我就放你出去 因为二劳改 队长有权利 说了算 他就说我的主 几代照顾我的家人 爱我们 为我钉在十的架上 我怎么可以说不认识他呢 我怎么可以说我不信靠他呢 好了 关回去 他说每一年都有一次 后来十几年过去了 那个队长要退休了 他就找他说 我要退休了 换一个人就不知道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信就可以 你嘴上说你不信 你心里还信 我也不管你 你只要说一句假话 你就说你不信 我就放你出去 可以见到你的孩子 他那孩子是一对双 双胞胎 两个儿子 你想十年没见孩子 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做母亲的心都碎了 要不要就在队长面前说 我不信耶稣了 我就给你自由 他还是没有说 他说我不能说 我在地上不认识我的主 有一天在天上 我的主也不会认识我 他一直关了二十一年 到平反的时候 他才被释放 释放的时候 他觉得他长大了 他过去是个娇小姐 很多的怒气 怨气 监狱里边全部摸光了 唯有剩下的 就是忍耐和爱心 所以好像 他说天津市委 找他们座谈 李瑞环 那时候市长 让他们座谈 他就讲 他说我被关了二十多年 但是我对政府没有一丝的仇恨 上帝 你们的意思是坏的 神的意思是好的 神通过这个环境磨练了我 是我真的懂得 怎么做一个基督徒 李瑞环说 你看基督徒 你觉悟多高 这话你们讲得出来吗 我记得我在他家 他跟我讲过去的历史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 现在都被神所用 大大的所用 在美国都读完了PHD 在教会里有的热心的侍奉主 一代一代的侍奉 上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妈妈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妈妈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 即使他忘记我们 上帝的爱 也不会忘记我们 因为神的爱 超越母亲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做父母的 要真的是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 在今天你们要做好的父亲和母亲 夫妻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 要吵呢 找个地方吵去 孩子看不见 最怕夫妻孩子在面前吵架 孩子就学坏了 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啊 不仅不吵架 他们两个特别团结 我们做儿女总是想挑拨 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让他们某一个为我们的错误能够辩护 对不对 然后他俩只要有矛盾 我们就比较安全 他俩没有矛盾 要打就一起打 要骂一起骂 那我们就没的日子过了 对不对 那你知道根本挑拨不了 我的妈妈就常常讲一句话 我永远记着 不许气你的父亲 不许气你的爸爸 你爸爸骂你们 打你们都不许顶嘴 为什么 因为你爸爸如果被你们气死了 咱们全家都得饿死 我们家就得一个人上班 这是我妈的名言 我们可以气我的母亲 有的时候跟她吵 可以 但是不许气我的父亲 气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是不让的 那我的父亲也常常会说一句话 不许气你妈妈 你妈妈气死了 咱们一家人都得饿死 我不会做饭 就这么朴素的一个情感 他们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婚姻 七十多年算什么婚 我常常想算什么婚 金婚银婚 是钻石婚 七十年算钻石婚吗 我爸爸十九岁结婚 今年九十四岁 七十五年的婚姻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可能都没那个福分了 我们结婚太晚了 知道吗 我们都二十八九岁 三十多岁结婚 有的到现在四十岁 还没结婚呢 等什么呢 还不赶紧结婚 不要算是婚 有一天连银婚都没了 我告诉你 因为你活不了那么长嘛 所以教育儿女 一个好的母亲 好的父亲 儿女是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信仰 传向给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很多的父母 就不愿意把信仰传给孩子 我们在教会里面 学的一套 回去不告诉孩子 因为孩子有的时候 他不愿意相信我们所信的 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要决定他的信仰 就是撒旦的话语 那你为什么要决定 他吃什么饭呢 你为什么决定不给他吃糖呢 他天天要吃糖 你不给他吃 为什么决定 因为你爱他 怕他牙齿坏 你为什么决定 一定要他学什么小提琴 学什么钢琴呢 为什么决定去哪个学校 都是你决定的 因为小时候他没有思想 没有决定 他完全靠父母 引导他人生的道路 我们却不把最好的 神的话语给他们 有一天 孩子们会怎么样 他的下一代会怎么样 我给你看一个 两个家族的对比 在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叫做AE Worship 这人写的 他在1900年比较了两个著名的家族 他写成了一本书 叫Jokes和Edwards 这本书 那么他统计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一个叫做Edward 爱德华兹 他的家族 那么他也统计了另外一个 爱德家族他的好朋友 叫马克·尤克斯的家族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无神论的 我们知道 马克·尤克斯是著名的无神论 而且他是批判基督教的 一个是特别爱主的基督徒的家庭 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 那么这两个家族 当时 这个 爱德华兹向 向谁传福音呢 向这个尤克斯传福音 那么尤克斯不信 他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他说 我永远不会信 你所信的那位耶稣 我永远 never 永远不会信 二百年过去了 爱德华兹的家庭 你看啊 人数 他们从夫妻两个人 变成了一千三百九十四人 其中 爱德华兹的妻子 他们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 从小教导儿女 到老都不偏离 然后他们一代代的 用神的话语来教导 他们的儿女和后代 然后呢 两百年 他们有一千九百 三百九十四个人 其中有一百位大学教授 十四位大学校长 七十位律师 三十位法官 六十位医生 六十位作家 三百位牧师和神学家 还有三位国会议员 一位副总统 后来有一位前一段选 没选上 原来是参议员 爱德华兹 就是他们的后代 那我们看尤克斯的家族 马克尤克斯的家族 人数少很多 九百零三人 其中有三百一十位流氓 一百三十位坐牢 十三年以上的 七位杀人犯 一百位九徒 六十位小偷 一百九十位妓女 二十名伤人 其中有十名 是在监狱里学会经商的 弟兄姊妹 你的信仰 是你的一生中 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 你要把它传给你的儿女 Amen Hallelujah 过去我们不信主 今天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把它传给孩子 无神论 很可怕的 你今天回到看我们祖国 那些大家族 无神论的大家族 你看他们家族会怎么样 他们幸福吗 他们蒙福吗 如果在位上 我们说的都是好的 不说他了 不在位上的 报纸披露出都是坏的 薄熙来 生在一个那么大的家族 薄一波 红色的家族 然后他娶了一位妻子 叫谷开来 他们给孩子的教导是什么 看到薄瓜瓜 是不是很可怜的 他没有神的话 他完全靠金钱 靠权力 当金钱没有了 权力没有了的时候 这人变成了最可怜的人 真的我是盼望有一天 这个家族 要想翻转 就从薄瓜瓜开始来信耶稣 下一代翻转过来 否则这个咒诅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 周永康 富高 那个 那个 国家的 正法的第一把手 正国籍的官员 妻子被杀掉 他自己杀了他的妻子 两个孩子开始跟他反叛 你看这些家族 一个信主的家族 他们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 Amen Hallelujah 所以当我们看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 是何等的不同 何等的不同 千代万代的蒙耶华的祝福 所以圣经讲的话 我们这一代就要听 我们这一代如果不听 我们会影响到下一代 下一代又影响到下一代 所以我们要教导门里诗篇七十八篇 说我的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诡 彻尔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诗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情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华的美德和上帝的能力 并他奇妙地作为 述说给我们的后代来听 你们犹太人 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族群 到今天全世界都不敢轻看 因为他们走到哪里 他们都有上帝的话语伴随 他们十个人就成了一个会堂 不管被掳到哪里 任何国家 他们从小所读的就是圣经 上帝的话语 就是他们所读的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先知书 诗篇 真言 这一切都成为他们精神 生命的来源 我们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 过去还好 我们有老祖宗的文化 今天突然我们发现 我们变得很没文化 我们有文化吗 我们懂得孔孟之道吗 不懂 我们读过四书五经吗 没有 对不对 我们懂过中国古代的 礼仪廉耻吗 不知道 我们所学的都是从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选集来的 还有三个代表 还有什么其他就不知道了 这些东西你还能记住吗 所以我们中国人到海外 很快被同化 为什么被同化 因为你没有文化 所以你学的好的文化就是好的 学的坏的文化就是坏的 感谢主今天你来到教会 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犹太人 他们有十个人就在一起聚会 每一天 他们读神的话 尤其他们愿意用神的话 来教导儿女 所以圣经说 因此 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说他吩咐我们祖宗 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 可以晓得 他们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上帝 不忘记上帝的作为 唯要守上帝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顽梗悖逆 居心不正的人 他们要向上帝心存诚实 我们也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不晚 我们今天信耶稣 就是我们 要祝福我们的后代和孩子 Amen 所以我们今天看三位母亲 第一位母亲 我们看撒末尔记 我们来看 祷告中的母亲 祷告中的母亲 撒末尔是以色列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人物 他像摩西 像亚巴拉罕一样 他结束了世事的时代 使以色列进入到君王的时代 就是从祖长时期 进入到君王时期 一个著名的过渡性人物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知道吗 我们中国也就从祖长时期 进入到君王时代 对不对 那么他进入到君王时代 这个撒末尔呢 他其实是君王 他也是先知 他更是祭司 所以君王祭司 先知于一身的 这位人叫撒末尔 那么我们说圣经中 君王祭司 先知于一身是谁啊 在新约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所拆遣的那位先知 所以君王 祭司 先知于一身 那么萨尔 他生在一个 什么样的家庭呢 生在一个 他的母亲非常爱他的家庭 他的父亲有两个太太 父亲 那么 他的母亲叫哈拿 哈拿是不生育的 那么他的父亲 另外一个太太呢 叫比基拿 比尼拿 那么生了孩子 那么他这个生了孩子 瞧不起不生孩子的 在犹太人 古代犹太人 和我们中国古代很像 如果你没有儿女 你就会被嘲笑 就会被嘲笑 你没有儿女 丈夫就不爱你 他就会再娶一个 为他生孩子 那么哈拿就不生 但是哈拿还好 他丈夫 这个 以利 哈拿 还是挺爱她的 以利 加拿 还是很爱哈拿的 以利 加拿呢 爱哈拿 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比 给他生孩子 那个女人 他更爱 所以他常常安慰 哈拿 说不要为 没孩子哭泣 没有关系的 你有我不盯 十个儿子吗 我爱你就够了吗 哈拿心里想 你爱我 你还找别的女人 生了一个 你的爱肯定有限 对不对 我觉得女人呢 还真得生儿子 儿子永远跟你不变心 尽管有的时候 他会对你有反叛 但是他就你一个母亲 这老公有时靠不住 靠不住 你看这以利加拿 他说有我不盯十个儿子吗 那哈拿还是不讲话 他心里明镜呢 你怎么跟我儿子一样 不一样吗 对不对 就祷告 他就来到圣殿中祷告 撒摩尔基地 上第一章 记载着哈拿来到圣殿祷告 他祷告呢 他是一个著名的祷告的模式 他祷告是不说话的 只张嘴不出声 那么以利 不是以利加拿 以利是那个 祭司 那个祭司 给他祷告 就是那牧师了 牧师来看他祷告 就觉得你看你这个姐妹怎么喝醉了呢 因为嘴上慢慢动就不说声 就好像说醉话似的 对不对 说你怎么能喝酒呢 你不能喝醉啊 到神的殿中喝醉不太好啊 那么哈拿就 哈拿就被委屈 但是哈拿就跟他说 我没有喝酒 我是向神述说 我想要一个孩子 要一个孩子 因为我心里有苦处 愁苦 我就祷告耶和华 他说万君之耶华啊 你若随顾婢女的苦情 眷恋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吧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刀剃他的头 就做拿西尔人 在古代有一种人叫拿西尔人 是完全奉献给上帝的 就在圣殿里用的 就是不剃头的 留长须 然后不喝酒的 浓酒淡酒都不喝 那这是古代的祭司 那么上帝就催停了哈拿的祷告 就赐给哈拿一个孩子 哈拿就给他起名叫 萨姆 弟兄姊妹 你跟神祷告过没有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孩子 我们要跟神祷告 那在神的面前 神会赐你孩子的 你只要有信心的祷告 在上帝面前必然的成就 我感谢我们风中华教会 是个生养众多的教会 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要生养众多 什么是众呢 最少三个就是众 那因为简体字怎么写啊 三个人是众 圣经没说生养一对 那是双 生养双多 没那么说 也没说就生一个 或者不生 没这话 现在流行总教 什么什么课 丁克 最自私的人 不要孩子 你不要孩子 你来到世界干嘛呀 你来到世界 上帝是让你生养众多的 一代代的延续 延续下去 否则这个世界 谁来建设呀 对不对 所以要生养众多 生死 咱们教会三个以上举手 多少三个以上的 我不够我两个 不少哎 哈利路亚 四个以上的 有没有 四个以上的 我看他刚才举就很勇敢 五个以上的 五个以上有没有 没有了 四个最多了 我们教会 四个最多了 清姓家五个嘛 潘姓家五个 是吧 你们家五个 五个 感谢主在那 在后边 给他一个掌声 哈利路亚 我爸呢 七个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就我爸 最骄傲的 我爸说 我离一备了 我爸79年就离休了 没有 想腐败 都没有腐败过 上帝不给他机会腐败 79年 中国还没开始腐败呢 知道吗 但我爸说 我什么都没有退休了 但是 我有七个孩子 这是他的财富 知道吗 那后来八九年 我出事了 还剩六个 人说 你儿子完了 将来就被枪毙了 就死了 那我爸说 我还有六个呢 对不对 当年革命 我们家不也限出 好几条生命吗 今天反革命 也照样限出生命 这世界多有意思 革命 限出生命 反革命也要限出生命 我就想 如果当年我爸 就我一个孩子 我被通缉了 抓进监狱 判了死刑 缓期执行 那我爸这辈子 我爸他们就 真的没快乐了 七七参参 我八九年 我逃了两年 我的哥哥 嫂子 他们陪了我父亲两年 父亲就度过了 最难的那一段时间 所以生养众多 上帝的命令 阿里路亚 不生怎么样 刚才说 祷告 祷告不要大声喊 我没孩子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需要吗 哈拿怎么祷告的 只张嘴 不出生 因为在古代 觉得没孩子 是一种羞辱 不生孩子 是一种咒诅 不是人使人生孩子 是耶华使人有孩子 对不对 这个圣经古代 这个旧约圣经 这样教导的 你的孩子 上帝给你的 对不对 上帝给的 那你没有孩子 你看那亚伯拉罕 他起边 萨拉不就当时不生孩子吗 老打亚伯拉罕 你让我生孩子 你让我没孩子 对不对 丢人 亚伯拉罕说 不让你生的 不是我 叶华不给你孩子 不是我不给你孩子 你看 给孩子是神给你孩子 Amen Aleluia 现在我们要祷告 另外 千万别考虑 经济环境 有的一考虑手里没钱 生个孩子花很多钱 你少吃一口不就有了吗 你吃那么胖干嘛 对 你得需要减肥 吃那么胖 然后每天都逛名牌店 再不就继续美容 眼眉也换了 眼睛也换了 鼻子也换了 你生个孩子多好 有时间 对不对 有意义吗 做这种事情 没意义 我觉得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姐妹 她来到美国 嫁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江浩克斯 浩克斯 浩克斯 读那个什么 读那个医学博士 但是没讲学金 很穷 住在Basement 她在中国是特别成功 叫新东方有个学校 是那儿的老师 据说一月挣三万 那是十几年 十五六年前 一月三万的人民币的薪水 小女孩 今天用网络流音话 牛啊 来到美国 嫁给一个傻博士 且要钱没钱 要啥没啥 就会念书 住在地下室里 天天哭 有一天 决定要回国了 跟她离婚 走了 走了 她老公就说 走之前 咱们去一下教会吧 咱们也听过福音 听说张牧师 在这里建了一个教会 我们去看看她 就来看我 两人见到我就说了一大堆 他们之间的那种垃圾 一大堆都倒给我了 倒我 他俩就轻松 轻松一些 那我就告诉我 说不要担心 你前面的道路 神在预定 不要担心 他说我已经买了机票 机票寄了 我就飞走了 结果这机票寄丢了 你说感谢主 上帝就保守这个婚姻 就寄丢了 寄丢了 那时候还不能在网络买票呢 寄丢了以后 他回不去了 他又去补票的过程中 就天天来教会 然后晚上礼拜五也来 礼拜三祷告会也来 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 祷告祷告 两人看来 脸色有点笑容 有一天 那女的打电话说 不是 我告诉一个不好的消息 灾难性的消息 我说怎么了 怀孕了 怀孕了 我说这怎么是不好的 这应该是好消息啊 他说怀孕 我怎么离婚呢 我说上帝就是不让你离 他说我不能生 我没钱 他没工作 我没工作 住地下室 下月防飞都没有了 但生个孩子 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不要担心 教会给你养不就完了 不就是个奶粉钱吗 diaper吗 对不对 我们家狗都用diaper 我给你送点狗袋份 去用着 先用着 对不对 不要担心 怎么都能长大 我们这些 58年59年61年62年 生的不也活到今天 也长挺高啊 对不对 我们生意里都没有饭吃 不也活过来了吗 父母为我们流了多少的眼泪 我小的时候 你知道 我都记事了 喝那小米粥啊 那米粒我能熟得过来 妈妈看着我喝那粥 她就哭 掉眼泪 这孩子能长大吗 瘦的就是一把骨头 你看今天 这肚子不也有了吗 担心什么呢 对不对 结果生下来了 他生下来 他老公就找了个TA 那他呢 就找他一个工作 两人的工作就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生三个了 你知道吗 老公在德州大学做教授 最近老公打电话 组妹到UCIWA做教授来 组妹来我们教会 还是想我 哎呀太太跟我说的 哎呀 这个你得做做罗胜的工作 我说怎么的 他说我还想生两个 他不让生了 那他老公打电话 你告诉孔力 不要再生了 我受不了了 杀了他还要五个 你说我哪受得了 我说又补你生 你有什么受不了的 他说我得养啊 你知道吗 这孩子我得养啊 我都没有周末 天天陪着三个孩子出去玩 我说多好啊 你想有一天 我今天孩子都离开我了 一个人了 对不对 你觉得怎么样呢 就很怀念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光 对不对 就要祷告 上帝给你更多的孩子 我那天去马来西亚 去领一个特会 那个特会 有一天晚上 最后一天晚上 我就说 谁有感动 谁有特别需要祷告的 聚会结束 留下来为你祷告 我那天圣灵感动我 为他们祷告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 就有三百多人的特会 全留下来了 我如果我们教会 我说 谁要吃午饭 要我导留 也就那么三五个人 顶多了 有时一两个 有时还没人的 他全留下来了 那这话我说后悔了 这就祷告什么时候 十点钟 我祷告的一点钟 还没祷告完呢 后边还排队好几个 后来干脆 每个人我就一句话 我也累得快吃不消了 有一对夫妻来了 不冬一跪 我说要什么 他说要孩子 我说主啊 测给他们孩子 明年我来的时候 他们就生了 就一男一女 就生完了 哈利路亚 走吧 回去我就 回到我的宿舍 刚躺下 刚睡着 我这个不能沾 我不能躺 我一放倒 脑袋一沾枕头 就啥都不知道 我就睡着了 敲门呢 我一位警察来了呢 我一听敲门 就以为警察 你知道吗 我一打开 杨牧师 他们教会的牧师 瘦得像锡肝似的 脸悠悠愁愁愁地看着我 你还能睡着啊 我说我累成这样 到你们教会 还怎么睡不着啊 怎么了 他说你刚才祷告 你说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哪知道 圣灵充满 我哪知道说什么 圣灵通过 我就流出祝福了 我说说什么了 他说有一对夫妻 贵要孩子那对 我说怎么了 我不说给他们孩子吗 他说你说有用吗 会给吗 他们俩结婚十几年 不生孩子 他俩都医生 那女的是妇产科的 男的是整容科的 他不会生孩子的 你怎么 你就说明年来 还一男一女 你真神告诉你的吗 我也睡不着了 我这还睡啥了 我就醒了 我一激烈 我说上帝说 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嘛 是咱们这种人 跑到我面前 给我这么大试探 我说你这就是 我睡觉了 不管了 明年我就不来了 越生不生 不来就拉倒了嘛 马来西亚不来了 明年去新加坡 第二年我的母亲 去马来西亚 我的母亲 跟我分开十几年 拿到护照出国 去哪呢 她想来到美国 签证的时候 被武警给抓住了 在外面 把她所有的材料没收 让石家庄的派出所 把她带回去 没有让她进入大使馆的 我妈妈就哭 说我去不了美国 我见不了你了 我都八十了 我活不了几年了 我们只有在天堂见面 那年 她拿到护照 我说你去签这别的 这种事 马来西亚嘛 比较容易签 一签就签过了 因为马来西亚 好像没管 签过了 我们就 在海边租了个房子 一个弟兄 给我们租个房子 我们就住在 那个房子里边 我就又去马来西亚了 你说妈妈 见到我 我们的飞机场 她下飞机 我等啊 等啊 等啊 妈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 哇 我就 都不敢往前走 我就一直哭 她就看见我 她也哭 几个弟兄姊妹过来 把我们俩拉到一起 抱到一起就哭 他们 我们都好了 不哭了 他们还哭呢 你看人家 教会 给我们安排一个 那么好的地方 看着大海 让我们母子 在一个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说不完的话 母亲流不完的眼泪 高兴也流泪 谈到过去就是流泪 礼拜天 人家教会这么期待你 那去教会讲道不是吗 不好意思不去 我一去 我在讲 这个教会 我祷告过一个人 那神给的孩子 我想这是麻烦了 那天我记得我讲 浪子回家 妈妈在后边听就哭 结果要讲之前 这对夫妻走到我跟前 说牧师 我以为要打我呢 给我五分钟 我要讲见证 我说真生了 生了 一打一女 这两个保姆 就两个保姆 印尼的保姆 就抱了两个小孩 哇 四个人一起走上台 开始讲这个见证 我妈妈在后边就流泪 一直流泪 哈利路亚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men 感谢主 后来那个医生啊 那两个医生就特别地感谢我 总想帮我点什么 妇产哥也帮不了我什么事 那个整容科说 给你整整容吧 我说你看我哪该整啊 给你皮弄白点 我说像麦克杰克森 对吧 眼睛给你割双眼边 鼻子给你垫一点 好看 我说疼不疼啊 不疼 打麻药不疼 鼻子很简单 一打一针 一弄就高了 知道吗 我说算了 上帝造的最好 对不对 Amen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母亲 我们看第二个母亲 是在一个信心中的母亲 我们知道这个母亲 是摩西的母亲 谁能记得摩西的母亲 是叫什么名字 谁能记得 摩西的母亲 叫什么 约基别 约基别 那么你看啊 在民数记26章 记载了他母亲的名字 其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讲到信心的时候 讲到过摩西的母亲 但是没说他叫什么名字 希伯来书十一章 讲了一大堆有信心的人了 总共讲了十八个 其中有三个是女性 这三个女性呢 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 一个是妓女拉荷 就把以色列的伊利哥城 放进了那个拉荷 那么第三个是摩西的母亲 他没有记载 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可能那个谢伯来书 作者忘了 但是 民数记26章 59节 记载着摩西 母亲的名字 他这样说的 暗兰的妻 暗兰谁啊 暗兰摩西的爹 对不对 暗兰的妻 暗兰名叫约基别 是立位的女子 立位制派的 就是祭司制派的女子 生在埃及 他给暗兰生了三个孩子 亚伦 摩西和米利安 那么这三个孩子 在以色列人中了不起 大儿子亚伦 Aaron是祭司 是以色列的大祭司 全国的宗教最高领袖 那个时候 他们宗教是政教合一的 政教合一的 那个最高领袖 是了不起的 了不得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摩西 摩西是带领着 以色列人离开 埃及的民族英雄 领导埃及 领导以色列人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那么第三个 是他的姐姐米利安 是就业一个 著名的先知 女先知 第一位女先知 你看这位母亲 多了不起 这位母亲 最大的特点 就是她信心 所以西伯来书说 这些是信心的伟人 为什么约级别 是信心的伟人呢 因为约级别 生了摩西 那为什么生摩西 就有信心呢 因为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埃及 已经两三百万 人越来越多 埃及的君王 法老 他就不想让 以色列人再生那么多 他就从 以摩西生的那年开始 所有的男婴 都要杀掉 不能留 女婴留下 给埃及人做奴婢 那么男婴 就要杀掉 杀掉 所以 当摩西 生下来的时候呢 母亲 把她藏起来了 这又冒着 杀头的危险 所以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 摩西生下来 甚是俊美 就是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非常的英俊 这个小男孩特别英俊 你不英俊 你父母亲也舍不得杀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因着信 把她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他因着信心 他把儿子藏下来 藏了三个月 你看小孩天天哭 你知道那时候 他住小草房 三个月容易吗 好藏吗 不好藏 那真是神特别的保守 那么摩西如果 生下来 交给了 埃及的法老 那摩西就被杀掉了 所以三个月啊 这个母亲极大的信心 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要留存 摩西 你看这张照片 那后来他们就用 一个蒲草 一个蒲草香 一个香 他把它涂上沥青 然后呢 让他不要漏水 就把摩西放在 这个蒲草香里 妈妈和姐姐 就把它放在 尼罗河里 那么这个蒲草香 就随着水漂流 往下漂流 漂流到皇宫的门口 被埃及的法老的女儿 看到了 他听到了孩子的啼哭 他一看 哇 这么俊美的一个小宝贝 他就把她收养为 自己的儿子 所以摩西就成了 法老女儿的儿子 那么这个米利安 这个姐姐很聪明 她在岸上呢 就跑着 随着这个蒲草河走 这个箱子飘了 她就跑着追 她看谁捡去了 她回去告诉妈妈 谁把这孩子捡去了 结果她发现 是法老的女儿捡去了 她就找到法老女儿 说这个孩子 你要不要请个奶妈 法老女儿很高兴 她说 这个得请个奶妈 我也没有奶 她没结婚呢 人家是个大姑娘 对不对 没结婚呢 说找个奶妈 你去帮我找一个 她就把她的母亲 约级别 找到了皇宫 这谁一看 因为约级别 正好这是她的儿子 正是哺乳期 这个法老的女儿一看 太好了 你就可以做奶妈 你就把这孩子抱回去 奶大了送给我 所以摩西在神的保守下 是在母亲的墙袍中长大的 是和母亲的奶水长大的 所以母亲从小就教导她说 你是西伯来人 你不是埃及人 你的祖宗是亚伯拉罕 你的祖宗是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是雅各 是十二个支派 所以你不是法老的孩子 所以他从小记得他的民族 所以他后来长大了 他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圣经告诉我们说 摩西学进埃及一切的学问 埃及那个时候是世界最文明的古国之一 而且埃及的数学 天文 建筑 以及军事 在当时世界上 是没有人能够与他争锋的 大家知道埃及 见过埃及的金字塔 但是你说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 对不对 这都是世界的奇迹 他们怎么能把金字塔建成 到现在科学家都搞不清楚 那么大的石头 怎么运上去的 那么高 搞不清楚 埃及人的数学 天文学 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 所以圣经说 摩西学进了 埃及一切的学问 所以摩西在科学知识上 在他的眼界上 在埃及是第一流的人物 而且摩西从小在法老的宫中长大 你知道摩西出去的车 在走的时候 所有的埃及人都要跪下来 山呼万岁 因为他是王子 但是摩西放弃了 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 他要拯救他的民族 后来他就杀死一个埃及人 结果他就逃跑到旷野 在旷野里有四十年的时光 磨炼他 八十岁 被神拣选 被神使用 神呼召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进入到迦南地 流乃鱼蜜之地 后面也感谢主 这位母亲生了摩西 弟兄怎么记住他的名字没有 约纪别 他生了三个孩子 所以我说要生三个孩子 对不对 一个君王 一个祭司 一个先知 你看摩西是君王 那时候摩西是以色列的组长 对不对 哥哥是祭司 大祭司 然后姐姐呢 先知 所以你最好生三个孩子 一个君王 一个祭司 一个先知 其实在国家做不了王 那家里也是一家之主 也是个小王 对不对 所以感谢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看第三个母亲 泪水中的母亲 这位母亲叫玛利亚 圣经中 再没有一位女人 会超过玛利亚的美德 她生了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 玛利亚 当天使对玛利亚说 她要生一个孩子 起名叫耶稣 她是人类的救主 让她能够做出牺牲的时候 玛利亚讲了一句话 第三十八节一章 她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我们看一幅画 很特别的 一幅画 来往后走 通宫 对 这幅画 是一幅著名的话 1575年 第十七是意大利著名的画家 龟多雷尼 画的 玛利亚 跪着那是玛利亚 他来到殿中 他把那个墙堡里的耶稣 给了一位 先知 也是祭司 让他来 给他祝福 那这个人叫什么 叫西面 特别出名 这位西面 你看这幅画就记载着这个 当西面 抱起 耶稣的时候 西面 认出了 他是 米赛亚 那么 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我们看到 当西面 抱起的时候 西面 本来是给他祝福 西面这个人 圣经记载说 他是 耶路撒冷 圣殿里的一个祭司 这人也是先知 这个人 又公义 又敬迁 常常他做一件事 他盼望 米赛亚的到来 他盼望 那个 基督的到来 那么他受 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好遇见 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律法的规矩 办理 办理手续 那么西面就用手 接过他来 西面 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你看他主要的 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 必能看见 主所立的基督 正好遇到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 照着律法 规矩办理 那么西面呢 就用手接过孩子来 参颂神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 仆人 安然去世了 因为耶稣已经 基督来了 但是 你要记住 他话里边 有一段对玛利亚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 先知的话 不要听了就过去 要放在心里 反复思想 他会 有一天会成就 他这么说的 他说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的面前 所预备的 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们 以色列的荣耀 两点啊 我们今天外邦人 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上帝人 被照亮 同时 以色列人 耶稣基督 也是他们的荣耀 你们 那么 西面说了呢 孩子就 父母就因着这个话 来感觉到稀奇 西面 就给 约瑟 给玛利亚祝福 他讲了一句话 他对孩子的母亲 玛利亚说 这孩子 被利 是要叫以色列中 很多人跌倒 你要思想这句话 什么意思啊 以色列很多人 不认识耶稣 不承认他是米塞亚 他被利 要使以色列 很多人被跌倒 许多人被兴起 又要被毁谤的画饼 又要做毁谤的画饼 就要许多人 心里的意念 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 要被刀刺透 先知讲话 有时候我们听不懂 但是后来都应验了 当玛利亚站在石架面前 看到他的儿子 被钉在石架上的时候 他的心是否被刀刺痛 你们看过那部电影 耶稣受难记 我特别看玛利亚的镜头 他满眼都是泪水 他看着他的儿子在受苦 他儿子也看着他 肉身的耶稣 对他的门徒约翰 讲了一句话 是在他石架上 讲的七句话中的一句 看你的母亲 约翰听懂了 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十六章 也说 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弟兄姊妹 在主内的弟兄姊妹 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家中 一直到玛利亚 回到天家 约翰一生都在以夫所服侍 就是为了照顾这位 自己老实的母亲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看到说 哎呀 我们感谢主 我们生命中 有这么好的母亲 为我们流泪 这个世界讲到母亲 太多好的例证 就是那天我看到一个 一个文章说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汶川地震的时候 这个搜救的这些人 在一片废墟里 发现一个母亲的尸体 这个母亲的尸体 动作很奇怪 她的两只手按在地上 然后她的腰是直在起来的 上面的那个瓦砾 盖在她的腰上 她已经死了 搜救的队长 看到他们有气了 他们就搜下一个地方 说那个队长好像 感觉到什么不对 她又回来 又回来 她就顺着母亲 这个动作的 肚子摸过去 她摸到一个墙堡 里边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孩 她还在手睡 她没有受任何的伤害 因为母亲用她的身体 挡住了所有的瓦砾 母亲死了 孩子活着 她把孩子抱出来 就传给这些搜救的队员 有一个队员 打开她的墙堡 发现那里面有一只手机 手机上有一段话 是母亲写的 说孩子 如果你还活着 记住 妈妈爱你 妈妈的爱 是有生命的爱 妈妈爱你 我们今天在座的 每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一位 爱我们的母亲 我们能感受到 母亲的爱 当然我们的母亲 有的是很严厉的母亲 管教我们 我们的有的母亲 是很温柔的母亲 纵容我们 不管严厉的管教 还是纵容 都是处于爱 都是处于爱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 我们可以做一个 有神的爱 在我们生命中的母亲 爱我们的儿女 那我们做儿女的呢 我们要听从父母 我们看 以福所书第六章 一到三节 告诉我们说 要听从你的父母 你们做儿女的 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他在解释 十节里的第五节 十节里的前四节 都是对上帝的 后五节都是对人的 那么后五节的第一节 就是对父母 告诉一个人 你想长寿吗 你想蒙福吗 你要孝顺你的父母 我们今天 当我们想到 我们的父母的时候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可以回国去 看望他 我们可以把他 接到家中 我们在美国 买了一个漂亮的房子 第一个想到 应该是你的母亲 小的时候 那么贫穷 把你养大 应该把他接过来 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来看我们在美国的生活 孝顺他 我的母亲很蒙福 七个孩子都很孝顺 最不孝顺的就是我 所以我想起来 可能母亲一生中 流的最多的眼泪 不是为丈夫 不是为其他的孩子 是为我流的 二十多年 母亲想到我就会流泪 我现在都不太敢 跟她视频 我一视频 她一看到我 她就流泪 慢慢慢慢 她的耳朵 已经听不见 我在说什么了 母亲失聪了 她已经听不见了 但是当她在镜头中 一看到我的时候 她就会说 哇 我的儿子 然后就哭 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就怎么喊 她也听不见 我就跟哥哥嫂子说 你们翻一下 翻一下 我说了话 那边就说 你儿子想你 很大的声 你儿子说爱你 就声音都特别大 她就能听到 那个就 因为手机的声音太小 太小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比我幸福 你们可以随时的看到 你们的父母 我的妈妈那年来香港 参加我的培训 我在香港11月培训 中国大陆来的传道人 那妈妈也来了 我们家来了好多人 哥哥嫂子妹妹妹夫都来了 我们在一个房子里住 在香港 妈妈挂个牌参加会议 每天早上晨岛就去了 然后我走哪儿跟哪儿 我讲什么专题 她都去听 她坐第一排 否则耳朵听不见 那天还带着助听器 听 听完了 每次都给我鼓掌 不管我讲什么 她都给我鼓掌 这就是母亲 对不对 有一天 晚上我讲道之前 她突然说 我看到那个节目单 你是大会主席 我说是啊 我是主席 她说那你应该有权 我说有啊 那你要什么 你要干什么呢 她说你给我点时间 我唱个歌呗 我们那一千多人 唱歌都是专业的歌手 我说母亲唱歌 我说不好意思 你说我动谁的时间 我不可能动别的讲员的时间 我说那行 今天晚上我讲道 我给你五分钟 好不好 我说太好了 还是我儿子好 这儿子没白生 要唱歌的好事 我妈会唱一百多首 基督教的诗歌 赞美神的诗歌 你知道吗 我就请她上来 八十多岁 八十五岁 走到台上来 我说今天请一个 年长的歌手 大家献一首诗歌 我妈就唱 唱完大家给她鼓掌 然后我就说 好了 下去吧 我给你讲道了 我把她送到 这个位置的时候 她又回来 我再来一首 我也说不能说No 可是我的时间不多 我只有五十分钟的讲道时间 她要唱一首 大家抵护掌 再来一首 我说那来 你再唱一首吧 唱两句 忘词了 我说你看 一首正好 下去休息吧 我给你讲道了 当她走到这个台阶 我把她送到台阶下面 我对弟兄姊妹说 是我的母亲 哇 全力其力 这些传道人 热烈的掌声 经久不息的掌声 送给我的母亲 那天我母亲 在她儿子身上 她觉得得了荣耀 生一个传道人 生一个神用的仆人 是母亲的荣耀 明白 有一天你的孩子 要读神学院 千万别拦阻她 千万别拦阻她 她那么多孩子 她最想的就是我 因为见不到 所以走的时候 我送她去机场 在海边 我就陪她 走一圈走一圈 车就等着说 牧师啊不行了 再不走 可能飞机就完了 她还不走 还在海边 牵着我的手 走啊走啊 一趟一趟 走完突然说 我不会再来香港了 我真的走不动了 85了 我可能也再见不到你了 这是咱们娘俩 最后一次见面 再见 我们就在天家见 下礼拜就是母亲节 我真的是盼望我们 每个弟兄姊妹 在母亲爱活着的时候 好好地笑着 我很感谢我的三哥 三嫂 我的母亲一直在他们身边 我的三哥都已经退休了 三嫂也退休了 在教会里做师班的指挥 非常爱我的母亲 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感谢主 我相信我妈妈会听这篇道 因为我每天 每一篇道 她都听 不管能听多少 她都会听 这篇奖章结束的时候 我要唱首歌 给我的母亲 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 一起来学唱这首歌 我也是刚学的 蛮好听的 对母亲说 谢谢你 生养了我 谢谢你在那个苦难的环境 把我带大 谢谢你用最好的教育我 告诉我走正路 也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 一同来行走天路 一生一世 永生永世都不会分离 Amen 好 那我们起立来唱着这个《母亲的爱》 伸手如浮云 一瞬间就消失 留下几微笑的痕迹 所夸遥的美景 在无限宇宙中 好像一朵花全凋零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 在我一生中最宝贵 每日为我挂心 每日为我祈祷 是我痛苦中的安慰 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最像在童年 不知世上邪恶 谁在母亲的死怀中 今日我母亲 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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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 在我一生中最宝贵 每日为我刮心 每夜为我祈祷 是我痛苦中的安慰 第三段我们来学一起唱 母亲的信仰我永远不忘记 是我软弱时的安慰 当那日主在来领 我到天城门 那时要看见我母亲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 在我一生中最可贵 每日为我刮心 每夜为我祈祷 使我痛苦中的安慰 第四段 当尘有记忆 当小孙女父母 活着有一天 无机会 是父母 三生不为你心忧伤 不要让人忧伤 不要让人放荡三军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 在我一生中最可贵 每日为我刮心 每夜为我祈祷 使我痛苦中的安慰 好 我们来祷告 就为我们的母亲祷告 不管她在哪里 也许她已经回归天家 有的她在中国大陆 有的在台湾 香港 或在世界各地 有的就在我们身旁 让我们一起 来到主的面前 为她祷告 求主给我们的母亲 健康长寿 给她们喜乐平安 主耶稣 我谢谢你 赐给我们 爱我们的母亲 让你的爱 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生命 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主我们的母亲都已年迈 我们在这里为她们祈祷 为她们祝福 纪念她们过去流过的眼泪 尤其在我们身上流过的眼泪 说那是爱的眼泪 让我们今天 可以来到我们的母亲面前说 谢谢你妈妈 你教导我走人生的道路 给我今天的幸福的生活 不管过去经历多少的苦难 你的肩头都替我们担过了 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对你说 主 主的爱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要爱你 永远的爱你 哈利路亚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弟兄 怎么有没有 还没有信耶稣的 如果你愿意信耶稣 此刻你跟主说 主耶稣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助 你也去受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愿意信耶稣的 举起手 主耶稣我愿意 感谢主 有一位弟兄 感谢主 还有一位姐妹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我现在这位弟兄是儿子 这位姐妹是母亲 都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 在我们生命中 还有没有 愿意接受耶稣 就说主耶稣 我愿意 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助 还有没有 举起手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来我们祷告 主耶稣 我谢谢你 让你的圣灵 在弟兄者的心中来工作 引导我们 能够进入真理 认识到 母亲的爱 是来自于上帝的爱 谢谢你给我母亲 你谢谢你 让我们认识你 耶稣基督 认识你 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 祝福我们 每位弟兄姊妹 也祝我们在座的 每位母亲 他们所付出的辛劳 你都纪念 用你的爱来爱他们 让儿女们都 回转 朝向自己的母亲 让母亲的心 跟儿女的心 同时地向主敞开 哈利路亚 赞美你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好 弟兄姊妹请坐 阿们 阿们 祝福 友好 阿们 阿们 不 阿们 感谢观看